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规模就是今天讲的制度 讲的规矩 所谓是家有家规 过有过法 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大家在一起生活 就一定要有规矩 没有规矩就乱了 团体越大 当然 规矩就多 也要严格 我们是团体当中的一分子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破坏规矩的 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 自己以为自己有他群 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办事 这个错了 团体的兴旺 社会的安慰 都是这些法令规矩 在保护我 一个有德行的人 有学问的人 有良心的人 一定非常尊重制度 遵守规矩 决定不敢 混乱 混乱 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 这个注解里面讲 实实在在 是伤天离坏良心 我们听到这个话 哪有这么严重 细细思维 确实如此 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 你能够用特权 别人也能用 于是国家法令规矩 虽然有 不能这些 团体虽然定的规矩 我们 我们寺院里面 有 常注 公约 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 这个规矩 规约等于一张废体 这个团体 哪有不乱的道理呢 我们也能想到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四十真相 特别是佛门 我们遵守戒律 遵守规章 就是尊重佛法 就是尊重社会 尊重一切种子 离于四都必须通达明了 决定不敢违约 其敢破坏 这些四 是在讲古今中外都有 这是人类 一种不正常的心理 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 从骄慢生的 骄傲 我比别人强 别人不如我 这个事情 我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别人要守规矩 我可以不守规矩 从骄傲 从骄慢心肾的 极重的烦恼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 贪嗔痴慢 不但扶不住 实在讲 天天在增长 那么他也信以为常 不知道改故 纵然天天读神仙书 甚至天天有机缘 翁佛法 听到神人教诲 他已经养成习惯 已经养成习气 因于所谓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虽不是本性 他养成习性 习性时间久了 也不容易改掉 也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古人 垂训 教学 要从孩童教起 好教啊 中国的圣人 更是了不起 从胎教开始 母亲怀孕 就开始教育 他的小孩了 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力 要纯正 情绪 要温和 举止 要安详 影响 胎儿 所以从胎教时 现在人 不懂这个道理了 以为这个 好像太过分了 做父母 只顾自己 不顾 下一代 这是对社会 不负责任 对国家 民族 不负责任 对一切众生 的父子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就造罪业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有许许多多的灾难 天灾人祸 归述其 原因 就是 不负责任 造罪业 所感到的国报 虽然 佛菩萨慈悲 无量寿经上 讲的几句话 仙人无知 不识道德 仙人是长辈 前辈 他们没有教我们 我们怎么会懂得 像我这个年龄 还受了几年教育 不多 拈三年而已 以后 就遇到日本人 轻着动苦 八年抗战 这个期间 流利失所 我们很小 离开家庭了 跟着学校 不错 学校的老四号 那个时候的老四 跟现在做老四的人 不一样 所以我们对老四的恩德 永远不忘 老四代替了父母 老四代替了父母 那么像这样的老四 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四 把学生当做儿女看待 认真质 认真负责的教养 现在也遇不到了 实在说 有这种热心 慈悉悉的老四代替了 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李老师就常常感慨 他真的是想传道 没有人接受 没有人真正恨处 没有人 一教奉行 不能够一教奉行 佛菩萨来了 也没有办法教我 你所爱的 你所喜欢的 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 喜欢听 喜欢说 你做不到 你也不愿意做 你还是随顺烦恼吸气 换一句话说 你还是造轮回夜 你还是免不了三图国报 这个 叫真正善之实 看到韩兴 善之实慈悲 不能不教 总希望听众当中 有一两个觉悟的 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十万人当中 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 这个善之实 到这个世界来 就算没有白来了 所以我们看 古今中外 大善之实传道 一生能得一个集成的人 就非常满意了 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 这个例子 很多很多 一生都遇不到一个 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白 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 第二番行程讲 违心 造作一切物业 握爆的恐怖 我们就不敢了 那么这些国报 都摆在我们眼前 只要你头脑 冷静一点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看看别人的苦报 想一想 它是什么业因造成的 我有没有造这个业 我将来会不会受它同样的过报 看看地狱 看看卧鬼 看看出生 所以古时候 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华庙 城华庙里面 都塑造地狱变相土 它的教育意义 非常之大了 让你看看地狱里这些状况 告诉你 什么样的因 赶什么样的国报 不是吓唬人的 是叫人去反省 这个是事实 不是想象 学府 从哪里学起 从改造心理 做起 现在人讲的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有三经 地藏十轮经 战茶善悟叶报经 这地藏三经 大成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常常读书 明了 夜阴古报的道理 你自然就能够肯定 众善因 得伤口 众不善的因 决定得不善的果报 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 恶比要心善 念善 行为善 先做一个善人 佛菩萨 教化一切众生 第一步 使教您能够保住人生 不度我道 八度我道的夜阴 统统接触 太上 这也大端 你看他讲的善 不多 讲的这个我 比善要多两倍 为什么 用心我们很清楚 很明了 希望我们不要躲我道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的人生 遇到佛法 选择 出家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什么 是否会命 维持 发展 如来 假业 我们为这个 那么出家之后 我们做到了没有 我是个好人 心也好 念头也好 行为也好 我出家了 我没有 认真 去做序佛会命 去新阳 如来 嫁业 我已经就有罪过了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就说 你被任命 为一个学校校长 你心也很善 念头很善 行为也很善 没有一点 确定 你没有教训 你没有为学生 聘请好老师 让学生天天 慌我功阔 你不能说 我很善良 我没有过时 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 那就是你的过时 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大家都能够理解 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 衣食住行 接受 善性的 四肆供养 我们做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我们穿这套衣服 聘取 善性的供养 这在佛法讲 道解 我们是道心 我们假借佛菩萨的皇子 欺骗一切众生 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 还要破坏规矩 还有嫉妒障碍 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愚痴 为什么 为什么于是 贪嗔痴慢的烦恼 太重了 自私自利的念头 太深 念念 总是想压过别人 念念呢 总是希望享受特权节级 不知道啊 这个念头是罪呀 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 淫浮提众生 齐心动念 我无不识罪 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 那罪就更重了 我们这一生还求得度 求了生死出三界 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这个希求是个梦想 怎么能实现 如果真的 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 没有别的 唯有 依教风险 那 神仙的教诲 天天要读 思维 精益 这个里面 精益的一礼 付诸设施 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 出世待人节目 一定要守规矩 要沉人之内 一定要 爱惜 祈福 希望 人人都能够 享受到 长存此心 我们前途 我们前途是光明的 如果 违反 眼前 涂一点痛快 后骨 不看谁想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要认真 好好的去学习 这只需要 我们下来 就会 我们下来